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能带出帝王蟹的鲜 其实吃比较久的客人他们会觉得说 有没有一些变化 那变化的话因为龙虾本身的话 它也是算比较高级的食材了 所以你换一个东西来搭配的话 当然所以才会选用这个帝王蟹 来做一个双享餐子 以多元化搭配留住客人的心 高导食材满足掏客挑剔的罪 不只讲求新鲜度也要达到料理平衡 有海鲜当然也少不了顶级牛肉 一块块牛肉是美国极黑和牛 油花分布均匀 迷人肉香酝酿出多层次风味 不需调味 靠食材的真功夫 造就细腻多汁的味蕾感动 除了品尝原味 还能沾点黑胡椒提味 入口后肥而不腻的油脂 在舌尖上化开 还多了一份铁板的焦香味 它吃起来的话 其实不会像日本牛那么油 因为日本牛它本身比较油 那它这样配种下来 其实它的肥瘦分布 是比较均匀的 吃起来它有它的香气 又不会太油 对 然后一样是很嫩的 会对料理讲究 是因为这家餐厅老板 出自餐饮世家 原本阳明山的这块土地 是父亲的中式餐厅 一度荒废 直到六年前 才改建成铁板烧店 以绿树环绕地 用餐环境 打造都市里的世外桃源 它本来的理念就是这样 让客人慢慢地用餐 用完餐之后 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喝下午茶这样子 对 它本来的想法是这样 那遇到疫情之后 其实多多少少也有点帮 有点帮助到 因为客人可以直接 在小木屋里面用餐 也是OK的 没想到这几年 不但没受疫情影响 反而让生意更加火热 因为独立小木屋用餐空间 能维持社交距离 又保有隐私 对不少韬客来说 能在服饰中远离成销 享受鑽育催精的美食 简单滋味却更显珍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